大家好,关系攻略今天带给你的是 什么样的微信头像才是得体的? 知识点,单纯接触效应是一种被心理学试验证实了的存在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正面或者中性的形象 你越在别人面前多晃晃,别人就会越喜欢你 像好人的半手脸特别招人喜欢 上个月呢,托博花听了以下这套头像理论之后呢 立刻换了一张符合标准的照片 据说整个人工作效率都变高了 如果你的微信不是一个亲友团阵地 而是承担了部分的工作内容 那你就要好好选择一个微信头像 尤其是当你要和客户和合作伙伴打交道 就要考虑自己的头像会对对方带来什么样的感受 可惜的是,许多人已经不年轻了 却没法意识到这么一个超级大号的真理 我的头像是给别人看的 只考虑自己的爱好 很有可能给好友们带来冒犯感 小的时候这么做,我们称之为淘气 可能还有一点点可爱 成年之后这么做 我们管这种行为叫任性 我们关系攻略啊 可能是全网最贴近实战的一个关系类专栏 我这次拿来的头像呢 都是我的朋友贡献出来的真实头像 所以请大家照顾一下这些助教们 不要说刻薄话 有觉得好看的呢 我也不负责任提供联系方式 你们自己去学习小组里面发帖 也许他们能看到 此外,他们中的不少都结婚了 第一,千万不要翻白眼 这张图片是我的一位朋友的头像 这张图是我忍无可忍动心思 要写这篇文章的开始 他在一个互联网企业 做市场类工作 我看见这张图就对他说 最好换掉 我们手才这么说 记得吗? 我说过不要给人提免费的建议 然后他就问啊 他说,为什么呢? 我说除非你的微信完全不用来工作 不然的话这是一种冒犯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考虑这个界面 在微信对话的时候呢 我的头像会出现在绿框旁边 往外翻白眼是可以的 但对接受者来说 你的头像在左侧正好对着你翻白眼 这一定会让人不舒服的 你这姑娘一听就明白了 她换了一张正面的照片 其实本人挺好看 我对他说,哎,这就对了 正面的精心拍摄的照片 一定要比模糊的自拍好 眼睛正视前方的照片 比看着外面的照片要好 第二点,不要张大嘴 你看这张图里的姑娘和我呢 短暂同事过,性格特别可爱 听说我要收集头像啊 就拿来给我了 我第一句话就是 天哪,点头体都看见了 拍照一定不能张嘴 以前鲁迅先生挖苦那些看热闹的人 说伸着脖子张着大嘴 像被掐住脖子的鹅 自古相书上就把没事爱张着嘴 看作是一种啊 穷人的相貌 你肯定是为了娱乐大家 但不要为此牺牲了自己 我们看看光荣公司做的游戏 三国志 给历史人物的画像就可以知道 张着嘴的都是小角色 闭着嘴的才是大人物呢 你看这位 董文相当于狗腿子丁啊 这位呢 衰顾 那相当于山贼蚁 再看这位 袁绍 曹操 你看看 那么给了他这一些建议之后呢 他换了一张头像 正常多了 不过呢 我建议他尽快换成商务照 或者证件照都可以 总之不应该用自拍图 所有的自拍脸都会变形 大家看见的是不够熟悉的人 不利于不太熟悉的伙伴认出来 第三 把眼睛睁开 有个朋友给我发了这张图 他呢 酣睡在沙发上 刘晨啊 认识新朋友的话 对方一定会看你的头像照片 可能在挺长的一段时间 他脑海里你的形象都是你的头像 一个酣睡的样子 也许啊 并不适合认识新朋友 此外呢 你的老板每次看见你 都觉得你睡眼惺忽 那他心里是什么感受呢 哎 你看这兄弟想了想 决定呢 换一张白衬衣罩 及格线以上吧 表情不错 亲和力也到位了 我称赞说 哎 这个好多了 眼睛再不大 也比闭着要强 第四一点 不要用涂鸦过的头像 确实有很多人喜欢玩这类应用啊 但是我要说一句 卖萌 只应该卖给有交情的人看 这姑娘做的是 宣发推广类 用这样的头像 很容易被人认作是不职业 其实证件照 就可以照的挺好看了 女孩 没活子 肯定比有活子好看吧 第五 不要有口罩 除非你本身在口罩生产商工作 不然呢 最好是 不用戴口罩的头像 这位在美国生活了好多年 现在呢 会经常往返于两国之间 有些人呢 对这样的好学生 要求特别苛刻 你戴口罩拍照 一定会有人觉得不满意 说就你们华侨娇贵 觉得你不爱国 当然你可以拉黑这样的人 但是啊 我是建议不要招黑 要把你的笑容露出来 不要让口罩 妨碍了你和祖国人民的眼神交流 第六 就是发型和职业装 收到这位朋友的头像照 我问他穿的是不是手术服 颜色确实有点像 他说不是 这就是一件普通T恤 我就建议啊 他最好换一个带领子的衣服 如果真的是医生的话 那穿手术服和白大褂 都是合适的 要喜欢你的制服 尽量身着他们照相 这是眼神很友好的一个头像 但是发型没有太认真打理过 第七一点 面部的大小 这个姑娘跟我说 图一是一张精心拍摄的照片 图二则是自拍 问我是不是还坚持 照片胜过自拍 我说我仍然这样认为 但二做头像确实比一要好 一作为一张旅游时的照片很优秀 但背景繁杂 一堆木马在跟你的容颜争夺眼球 这是不对的 如果要用这张图 要精心检查一下 留到半身 那就是好的 二的优点就是 面部面积大 需要点开大图 才能看清五官的头像 是不好的 第八 只有你一个人 这是我的朋友 纪录片导演张婆婆 请我点评的照片 这张片子的问题是 旁边的那个肩码 尽量不要用活动留影照 和合影当头像 不然的话 你还得跟没见过面的新朋友们 解释哪个是你 此外呢 头像照里有一个肩码 难免有人附想联片 别给自己家误会比较好 这张半侧面的头像 气质就是对的 精心拍摄的照片 比活动留影照 要好太多了 第九 注意背景里出现的一切字 这是我很多年的一个朋友了 他把这张图给我看 我第一句话就是换 我过去做杂志编辑 做到主编 很多杂志出错 都出在图上 图上如果有标语招牌 都要仔细看清楚是什么字 这张图的背后是养生会所 其实这姑娘呢 是位银行的客户经理 不是斯巴尔美容师 但这么拍照 会被人误会的 背景里最好不要有字 除非你故意需要那里面的字 来达到某种效果 第十 道具logo有特殊的含义 这是我的朋友朱瑞老师 资深的媒体人 写的一首好影评啊 他的这个头像 使用了美队的盾牌做道具 大圆眼镜 同时衣服上又是米老鼠 我在图中数了数 加上米老鼠和它的圆脸 至少有11个圆 而且盾牌 脑袋和绿植 还非常巧的三点成一线 不过呀 并不违和 写影评的人呢 就是要有点特色 作家就是要有个性的 换句话说吧 在某些特殊行业 提供某些特殊服务的人 大家对他们的宽容度最高 如果他是个公务员 举着美国队长的盾牌 就比较不妥 戴着大棉帽子擦汽车 补袜子可能会更像一个好榜样 复习一下啊 我告诉大家了 这么多禁忌 不翻白眼做鬼脸 不张张嘴要微笑 不用床照 不把自己涂鸦成小猫小狗 不戴口罩 头发不要太乱 照片面部不要太小 背景里不要有字 用道具 不要不符合自己的身份 有人说我纵心所欲 爱发啥发啥 这么套路不是太累了吗 一点都不累 微信同时是通讯工具和社交工具 和过去的书信很像 有没有人翻过家里 50到70年代的旧照片啊 那时候亲戚朋友之间通信 往往要附上自己精心拍摄的照片 告诉对方 最近我是什么样 这照片可能被压在朋友的 桌子玻璃板底下 你记忆中的那个人 主要就是那张照片 这也是为什么那个时候的人 把照相看得特别重 同样呢 你在朋友圈里 一些新朋友对你的感受 就是那个头像 你用奇奇怪怪的头像 就会变成奇奇怪怪的人 美国有位心理学家 罗伯特查隆克 曾经做过一个试验 他拿了很多照片给受试者看 其中一部分照片是反复出现的 结果 只要这出现的脸是友善的 穿得像个科学家 或者中性的穿着运动服 出现次数越多 受试者就会越喜欢 如果这张脸是负面的 戴着手铐 出现的次数再多 也不会让受试者 对他有一丁点好感 所以 我要你尽量把自己的面容 展现给朋友们 我要你给他们正脸 我要你对他们笑 我要你在照片上 跟手机外的人有眼神交流 我要你的服装更精美 发型更精心 我要你舍掉不重要的背景 此外 再有一个友情提示 不要对照片做左右反转 有的人会觉得左右反转之后的自己更顺眼 那是因为你在照镜子的时候看到自己 而你的同事朋友们看的是活体的你 你如果因为自己觉得顺眼 就把照片左右反转 出来的效果就会让你的朋友觉得 说不出的奇怪 完全不好看 我们都倾向于接受一个更熟悉的形象 这点是被心理学试验所证实了的 估计有同学要问了 熊老师 你的微信头像是什么呀 我在进入得道开关系攻略之后 就一直使用现在的头像图 之前呢 我一直使用的是卡通头像 因为我们做的网剧项目 有很浓的二次元动漫气质 也算是贴近行业吧 有些人如果不愿意用自己的头像 用动漫 名画 宠物 都是可以的 不过呢 不要用梅兰竹菊 那一般是老年人的头像选择 尽量不要用孩子的头像 尤其是已经上了幼儿园 相貌容易区分的孩子 很多妇女儿童保护组织都有个提示 把孩子的照片放在社交或者社区内 可能被恋童癖网站类 拿去做拼接色情图 也不要孩子的照片发了朋友圈 还要加上他经常出现的地点 一个人到了生儿育女的年纪 多少都会有几个人看你不顺眼的 小心能使万年传吗 再次感谢捐图授评的朋友们 下面是习题 看见一个和你关系比较紧张的女同事的头像 穿着暴露非常不妥 已经有客户暗地对你表达了抱怨 你应该 A 把头像另存为本地相册 同时截图他的主页首页 B 告诉他 熊老师说过这是对客户的冒犯 C 告诉领导他的不妥之处 D 闷声发大财坚决不说 答案是A B被排除很简单吗 相信大家都不会办这样的事了 C 是一个结怨的招数 这点小毛病根本就不能将对方怎么样 D 是一个正常的策略 这样做也很合适 A 更好 在有朝一日翻脸对决的时候 可以用来做防守的手段 不职业的行为是可以批评的